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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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我会选择在使用我自己的一些 在使用一些常用的组件库 比如AntiDesign 这些组件库时 如果发现他们的代码或者有文档有错误 我会随手提交一个PR进行修正 在2019年的时候 毕业之后 我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认识到了API 6项目 并参与到其中 稍后我会做一些讲解 同时呢 通过参与开源社区 我也认识到了不少的朋友们 比如左侧这些 我是非常承认 以及赞扬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我也会用他们开源的仓库 进行一些项目的开发 首先讲一下API软件基金会 什么是API 什么是API软件基金会 当我们用Google检索API时 它会告诉我们 API其实是指API HTTP Server 它是软件基金会中的一个 开放圆满的网页服务器 类似于Nginx 可以用来托管一些web服务 那什么是API软件基金会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检索 API软件基金会 简称ASF 是专门为支持开源软件项目 而办的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其中所有的软件产品都遵行API许可证 API组织在1999年以前就存在 是由一群开发爱好者们构成的 此外 在软件基金会中 除了我们常见的HTTP Server 其中也包括像Skywalking 这是一个与可观测性相关的项目 此外像Echarts 这是一个前端的图表库 我们可以使用通过填充一些数据 创造出非常多的可视化数据 比如说折线图 或者雷达图 K线图等等 以及我们可能会听说过Kafka 它也归属于API软件基金会 在上大学时 学校机房教我们使用API Server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与这根羽毛有着 在日后有一些关系 那首先我想分享我自己的参与经历 在2019年毕业之后 因为在读书期间 我在微信群中与文明相识 文明作为API-6项目的发起人 在我毕业之后 他邀请我 希望我为API-6做一个控制面板 这里是API-6当时做的第一个控制面板 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的简陋 我们可以搜API-6 dashboard 在图片里面可以检索到一些用户的文章 其实左边这两张已经是 已经是比较 已经是第二个版本的界面了 在此之前 我对API网关 对API-6其实是没有了解的 在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其实做的界面 其实是 稍等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看到 左侧有 ROOTS Consumers Services SSL AppStream 等等 右侧呢 就是创建 编辑 更新 删除 以及一个资源的列表 当时做这套系统的时候 做这套dashboard的时候 其实困难的地方不在于如何实现 而是在于 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作为一名外部工程师 我当时只用过Nginx 但是从来没有 场景或者项目中用到API-Gateway 所以 进入API-6 反倒帮助我更好的去理解API-6 后来 在2019年下半年 API-6 捐入到 安帕奇软件基金会中进行孵化 在2019年10月23日 我发表了一条朋友圈 其中 不光光是 不仅仅是我自己 被邀请 加入软件基金会 拥有了阿帕奇邮箱 此外 作为第一个 作为我自己参与的 正儿八经参与的第一个开源项目 API-6 捐入基金会 还是很值得高兴的 因为我在参与这段 API-6 dashboard的过程中 除了来了解API-6的基础概念之外 已在不断的去帮助回复一些issue 尤其是web方面的issue 并从中解释到了很多朋友 这是Apache API-6 Commitive的邀请 需要写的一个agreement 当时我还没有在 支流科技工作 而是在另外一家公司 在收到这封邀请之后 我立马打印出来 并跟我的同事们 来进行分享 告诉他们 我加入到了基金会当中 拥有了自己 第一个apache.org的邮箱 这种感觉还是非常酷的 有了Apache邮箱之后 除了自己具有写权限之外 自己也被社区公认为是可以成为维护者的 在参与基金会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发生在一部邮件列表中 这边只是一些截图 可以看到里面包含了一些讨论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等等的邮件 以及大家可以从这个地址 访问到所有公开的 Api6相关的邮件 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时候 我们从开始捐入基金会到现在 所有的公开邮件都可以在这里面查询到 其次我们也会通过在GitHub中进行一部的交流 比如说在issue当中或者PR当中 我们会在这里放出来 到底是谁在用API6以及API6的里程碑 包括一些方案 除此之外 API6社区坚持每个月发布一个版本 以及它的贡献者在持续不断的增加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网址 来访问API6 或者查阅其他开源项目的贡献者趋势 这里是自2019年到今天 API6项目的贡献者已经有460位 所以在除了贡献者的活跃之外 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 比如说Apache.com OSPP 稍后我会分别做讲解 首先是Apache.com 在前些年Apache.com中 我们会邀请API6社区 以及其他相关项目开源社区的用户 维护者来进行演讲 大家可以通过YouTube搜索API6 来了解到过去我们的一些视频 里面由我们社区的积极维护者 来带领大家 从一个简单的demo 或者是从一个基础概念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什么是API6以及如何使用 OSPP是前些年由中科学举办的开源之下活动 自在鼓励大家参与 尤其是高校学生参与开源项目 大家可以从这个网址中了解到所有的参与项目 在过去两届时间里面 我作为导师在帮助 除了去创作题目之外 也会去帮助大家去帮助学生们完成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像 现在有124个项目 除了API6之外 也会有PASA Skywalking等等 这里面会有我们的积极维护者 比如说泽轩 还有苏语等人 对我们的文档特性等方面进行项目化 JSOC是Google举办的 也是举办的编程之下 不限任何人参与 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 我们从JSOC OSPP等活动中 积累了许多高质量 以及有潜力的贡献者们 并尝试将他们维持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帮助社区更加发展 以及我们会自发的组织一些在线的活动 在线的会议 当一个新的项目产品新版本发布的时候 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解 它的新版本特性 我们也可以每周三举办一次活动 来听一听大家的反馈 当然 下下也是免不了的 我们也会在疫情不紧张的时候 在各地举办API 6相关的活动 然后呢 录制下来 分享到网络中 并与用户面对面的交流 来获得一些insight 后来我自己因为在社区当中比较活跃 帮助大家答疑解难 因此我又被邀请加入PMC 项目管理委员会 在2020年的7月15日 由于基金会投票通过API 6作为顶级项目 因此API 6不再从孵化中的状态标记为成为TLP API 6项目 API 6项目是国内从基金会成为顶级项目最快的从商业公司 从开源商业公司初创公司 孵化的最快的顶级项目 它吸引了众多OpenRacity Nginx相关的人才以及贡献者们加入 在今年3月份 我又被邀请加入Apache Member 来管理除API 6项目本身之外的项目 以及社区 这意味着自己身上的担子会更加的沉重 其实有很多朋友好奇 如何加入Apache Member 我自己是被邀请加入进来的 另一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的贡献者 API 6的贡献者 可以从项目右下角的contributors看到 我们的贡献者其实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 或者从commit里面会更加的直观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活跃的头像与ID 但是呢 同时也会有一些新的新人头像 新的贡献者 这些都很好的帮助API 6在不断的发展 而且API 6也被用于到很多的生产环境当中 大家可以从API 6网站的shoecase中看到 里面或许就有你日常使用的一些平台 关于贡献者 首先我想聊一下 issues 他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位学生 在2021年的时候 2021年初 我们在收集GSOC活动议题 并找到潜在学生的时候知道了它 当时我们希望为API 6制作一系列的视频 来让用户更好的了解到API 6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以及API 6是什么 当时 Asus他就对这个事情比较感兴趣 一次就参与到了其中 后来呢 他在API 6Dashboard的项目里面参与的越来越多 并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个维护者之一 帮助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测试方面的工作 因此 我们就尝试推举他加入Committed列表 以及后来我又捐赠给他一台MacBook Pro 原因是因为他在做Dashboard项目的时候 由于他的设备过于的成就 导致他需要经常的重启才能够继续完成工作 因此我相信捐赠给他一台MVP 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参与到开业社区当中 到如今 他现在在艾森哲咨询公司工作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位印度的学生而言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同时呢 他也会在Criture LinkedIn上面 帮助我们进行分享 Mercy是来自波兰的一名安全研究员 大家知道 作为开源软件 免不了会有安全漏洞 此外 当安全漏洞被泄漏 但是我们无从知晓时 那么 对于线上的生产用户便是很大的困扰 这位来自波兰的安全研究员 首先 采用Apaq的方式 通过邮件告诉我们漏洞信息以及复线步骤 然后呢 在我们修正完毕之后 这位安全研究员又帮助我们去提交了一个CVE 并帮我们将这些内容提交给了一些评测机构 还有一些CTF组织 使API-6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因此我们社区为它邮寄了一些周边礼物 Srivam是帮助API-6website网站贡献的一位贡献者 项目主页作为项目的流量入口 它吸引了很多访客和用户的关注 Srivam在GSOC活动期间通过为website的首页进行重构 帮助API-6首页焕然一新 以及它吸引了很多新用户的目光 大家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除了有一些动画效果之外 还将API-6是做什么以及它的架构 包括它的一些功能特点进行了一些阐述 很好的帮助海外用户来了解我们 泽评是我在GSOC和OSPP期间认识到的一位学生 今年它是大四即将毕业 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从最初Dashboard上面提交一些web代码 到后来提交Golong以及测试相关的代码 到如今在为API-6核心贡献很多内容 通过与slack用户的一些交流 很多问题都需要责评的协助 我也从它身上学到了很多的内容 如今它也是我们最小的PMC成员 并在各个交流渠道 比如说微信群QQ群中都能够见到它的身影 来帮助用户使用解决问题 特别赞 后来随着这些贡献者们越来越多 我们的slack里面也越来越活跃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slack已经有将近900人 在其中更令人兴奋的是 从最初由我们社区的主要维护者进行维护之外 后来这些社区slack频道里面的用户 开始互帮互助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点 可以帮助社区更好地进行扩展 如果仅靠我们某几个人是没有办法进行scaled 此外这些社区用户他们提问的非常多的问题 也会被收集下来并做处理分析 来判断到底是否值得作为APISIX的一个功能像 至于社区用户 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 瑞士电信在2月份的时候 今年2月份开源了 Open Policy Agent与APISIX结合的插件 并且是用我们新特性 Go Plugin Runner实现的 除了作为一个很典型的用户式例子之外 也为我们增加了很多品牌背书 此外Casmin还有小鹏汽车的贡献者 也都会来帮助我们做事情 同样的为了做回报 我们也会将自己的周边寄给大家 并与大家保持一定的互动与沟通 让大家更持续的停留在社区当中 这里是我们APISIX已知的开源用户 无论是金融行业 云服务厂商 还是证券 都在使用APISIX来处理 南北向流量 此外 这些用户的用户案例 大家可以访问APISIX的博客 进行查阅 只需要在这里面切换到简体中文 然后选择博客 即可看到我们的内容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同时作为补充 如果你想参与到社区当中 不妨更好的 不妨选择一个你喜欢的项目 如果你是外部开发者 那么就请你找一些外部相关项目 比如说Aunt Design 用起来 然后呢 发现里面的不足之处 提交Echo 如果你是服务端工程师 那么不妨从APISIX入手 APISIX在文档上面也花了不少的功夫 大家可以看Next分支上面 最新的文档 大家可以follow 跟随这篇快速入门指南 来了解APISIX到底是什么 它的架构和主要概念 以及如何使用安装APISIX 并使用APISIX来做一些代理上的能力 此外 我们也会对里面的插件进行一些修正 进行一些维护 比如说 在身份任务方面 OpenID Connect插件 这是一个 可以帮助你来将APISIX 与OpenID Connect Provider 进行对接的一个插件 如果你觉得里面的参数比较复杂 不妨去阅读我们的教程 来使用KickLock 来保护你的API 在参与社区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己的GitHub Contribution越来越多之外 自己也与这些很多厂商以及用户成为朋友 这些其实是开源带给我最大的价值 过去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这些厂商或者说这些工程师这些人 现在都可以很平等的进行交流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不妨立马行动起来找到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参与兴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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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